从东非大列国到这种的水光玻璃唇 只需要这两步 今天两分钟教会你画这种自然的水光玻璃唇 因为我本人的唇纹是很深的 已经被好几个大牌口红吐槽过了 而且我的嘴型是很不对称的 我刚刚已经用气垫把唇色遮住了 一会儿上色的时候会更加显色一点 我们先用一支唇线笔 在我们唇峰的这个位置 就换两个半月 然后再把下嘴唇这个底头也换一点点 这一步是为了让我们的嘴巴就是唇型 看起来更加的饱满一些 然后再用一个哑光的浅色的唇纹 给它浅浅的铺一个色打一层底 铺完色以后就是这个样子的 已经有那种非常唇郁的感觉了 然后再用一个深色的口红用唇刷 在我们的内唇这里晕开 注意千万不要涂得太多了 一定要一点一点的向下晕开 晕完就是这个样子的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步 也是这个唇妆的灵魂 就是叠加唇蜜 我用的是这个斯芙兰的唇蜜 就在我们唇中的这个地方叠加 然后在我们唇峰的这个地方 也叠加一点 一定不要涂满唇 不然整个看起来就会像猪油嘴 我还有一个小心机 如果你觉得你唇峰这个地方 还不够亮不够嘟的话 你就可以找一个这种珠光的高光 然后用一个小刷子 蘸取一点 然后再叠加在这里 你看你看你看 立马就砰起来了 这一抹水光唇浴的玻璃唇 谁看了不心动啊家人们 上镜谁画谁美 不得不说一张嘴真的能换一个头 这一抹水光et了